在不少人心里,赵雅芝是不劳传说,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,她也陪伴我们度过不知多少个寒暑假。 近些年,赵雅芝直接淡出迎瓶,经历了两段婚姻,拥有三个孩子。 一道花甲之年的赵雅芝身上却没有留下太多岁月的痕迹,还是一如既往的优雅之性。 女人是从骨子里就爱美的,不管在哪里出现,都希望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迎接,去欣赏这个美丽的世界。 前阵子就有一个,已经年过62岁的婆婆,为了把自己最美的面容去见见初恋对象,她居然拿着赵雅芝的照片,希望自己能像赵雅芝一样美丽。 这个决定要整成赵雅芝的奶奶叫王琴,是湖北人,武汉作协会员,曾参加20多家电视台谈话性节目,经历过三次婚姻,中年丧女,还把自己的婚姻故事写成了网络小说。 62岁的她,总共耗费两年时间,期间她做了龙鼻,垫下巴,靴骨,拉皮,封胸等手术,人称励志婆婆。 更是花了200万,儿子也曾劝她,但是她不听,因为美丽是首位。 之后的婆婆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,但为了初恋去整的她,却得知初恋已去世,但婆婆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 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,虽然不像赵雅芝,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初恋,但面对王上的质疑,她霸奇回应,我年轻过,已老过吗? 再来看看不老女神赵雅芝,两人同样是62岁,可是因为一个是明星,一个是比较有钱的婆婆,所以两个人看上去真的是天壤之别。 我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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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